优秀党员玩10p 微博人人之 微博簡直是強過官員的黑聲 事關淫料越爆越多 都是雷征夫被人影傳相之後 43歲的李春亦被網民上載了他 相信是與情婦的人亂照 還踢爆他曾經與9個情婦外遊玩10p 這個官員成功了得 後果當然是3000 不止這樣 傳他中共有20個情婦 最喜歡搞女學生 私生活不檢點在官場更加以權謀私 網民起了他底 說他身家有17億人仔 19個房產拿手 還涉嫌將工程判被親戚脫稅8,000萬 而他的家人都移民去法國 夠厲害了吧 李春曾經是中共優秀黨員 四川省的風雲人物 不過據了解 達州市紀委已經將他限制一間賓館裡 對他展開調查 不過沒有運行的 又怎知他一個人 近日這個山東省幹部 雖爆而賴 就被網民捉他黃腳雞 連離婚承諾書 都被人找到放上網 今天開始一個月之內 和張豐雲離婚 離婚之後 和蘇春環結婚 特此承諾 而蘇春環是什麼 和蘇春環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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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離婚都要龍葉廳見證 難怪省紀委和龍葉廳 已經介入調查了 和蘇春環結婚